Facebook在进行广告受众的这些投放 或者说轮替或是购买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去竞价的 Facebook投放广告的时候呢 是先向CPMD的人先开始购买投放广告的 那你可能会想说 Facebook什么叫做先从CPMD的人开始投放广告呢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投广告的时候Facebook就是先投最便宜的人 举例来说啦 现在一个情景 假设我现在身上有100块 然后市场上有三种苹果 分别是15元的有三颗 25元的有两颗 跟50元的苹果有一颗 那先从便宜的开始买的话呢 你去先买完三颗15元的苹果 然后剩55元 接着呢你就可以去买两颗25元的苹果 对不对 那总共就是买到五颗苹果 可是先从贵的开始买的话 你就是先买到50元的苹果 接着呢再买那两颗25元的苹果 你就只能买到三颗